你好Youtube,你好Bilibili,你好Youtube, Zalang to China, back again! 我們今天來嘗一下這兩種藍色的可樂 一個是美國的,金口的,一個是中國的,自己做的,中國自己做的 你是我的小小小蘋果,怎麼愛你都不嫌多 紅紅的小臉溫暖,我的星光 這個影片其實是Ramona的,也許多的名字給你的 Youtube,S-Punkt,請留言給她 然後我覺得這個不是本來,本來這個金口的白色可樂 是來自美國的 但是,現在在美國,這個藍色白色可樂沒有 美國在2002年開始賣這個藍色可樂 但是,他們美國人在2004年聽賣這個藍色可樂 因為很多的美國人覺得不好喝,一點都不好喝 然後,這個公司,公司當然是美國的 但是,這個藍色白色可樂是印度,印度尼西亞進口的 來自印度尼西亞 這個是,這個是來自中國的,是吉林,吉林,吉林上來自的 然後,對,美國人覺得這個藍色的白色可樂不太好喝 然後,只有,在美國只有兩年,他們買了這個白色可樂 在加拿大和美國都一樣 現在,在美國應該是沒有 沒有 就在印度尼西亞和菲利波有這個藍色可樂 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東西是 就是,我們現在在中國有這個藍色可樂 就是,來自吉林的 我認為中國人在2017年9月開始賣這個藍色可樂 但是,我們想知道,來自美國的真的,來自美國的白色可樂和這個來自中國的白色可樂,藍色的可樂有什麼區別? 我認為我們開始這個,來自中國的 我聽說,這個藍色可樂的味兒應該是藍莓味兒的 覺得 問起來像,普通的,普通的,普通的可樂 但是,我覺得這個,彩色有一點奇怪啊 像,化學的 化學的 看起來像,化學的東西啊,是吧 看一下 然後,我們還有這個,真的,進口的 然後,你們看一下,這個,這個瓶是白色的 但是,內容是藍色的 但是,內容是藍色的 然後,不是瓶色,是藍色的 但是,印度尼西亞,美國的瓶是藍色的 就是這個一個區別 然後,就是這個,白色,光色的 來自印度尼西亞 這個是中國的 差不多,一樣 然後,我們嘗一下 這是一點,一點這個藍莓味兒的 一點點 這個比較,比較可樂味兒的 OK,我們嘗一下,乾杯 嗯,不錯 嗯,很有意思啊 我不能說,我不能說這是,這是藍莓味兒的 真的是 真的是普通,普通可樂味兒的 還可以啊,不錯 還可以啊,不錯 不太甜的 我本來,本來我認為這個,這個,藍莓,藍莓可樂 應該是特別特別甜的 但是不對 不同的 OK 然後,印度尼西亞 進口的 啊,對了 這個進口的是二十五塊 二十五塊一瓶 這個中國的是三塊一瓶 區別很大啊 OK The original one 很甜的 非常甜的 非常甜的 嗯 太甜的 真的 嗯 有點,有點藍莓味兒 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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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說,呃 菲利波人非常喜歡喝 呃 吃甜的 甜的東西啊 真的太甜的 嗯 嗯 我覺得 這個 三塊 來自吉林的 藍色可樂 比這個 二十五塊進口的可樂好喝 嗯 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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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還有一個東西 請你們告訴我 你們覺得 這個 這個 藍色可樂 健康 不健康 謝謝你們大家 如果你們喜歡 我的視頻 給我們一個 See you next time Zaland to China 拜拜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